讓靠靠的身體不確實 直到我們看見不醒 弟兄姊妹平安 早晨讓我們在敬拜當中 更多再來仰望我們的神 仰望祂的肝 祂的腸 來帶領我們走在祂的心意當中 我們一起來敬拜 聖靈我進入美地 有山有谷有缺緣 祂為我有風聲預備 我必定義無所缺 我心嚮往主的虛 主的花與我必尊心 每一步有主的帶領 我一身各主向前行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是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是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神明我進入美地 神明我進入美地 有山有谷有缺緣 祂為我有風聲預備 我必定義無所缺 我心嚮往主的虛 我心嚮往主的虛 主的花與我必尊心 每一步有主的帶領 我一身各主向前行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是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是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是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裡 心事恩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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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恩典 心事恩典 我以神的心事为良 马那每天为我而讲 我以神的心事为良 马那每天为我而讲 猪狂烟入美丽 我以神跟随主到地 我心在耶和华里 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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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祢 祢是带领祢百姓 进入那加美之地的主 主啊 有山有谷有泉源 因此今天早晨 祢更多来扩张我们的信心 在祢的信心当中 主啊 我们更深的能够信靠 祢的带领 主啊 带领我们眼前的道路 用祢的干祢的帐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主 谢谢祢 早晨我们仰望祢 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请早我们定义渴望要行走 在上帝他的信实和恩典的里面 让我们的路径都得以低下指油 今天早上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的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神的话这么说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 就是散 韩 亚佛 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 便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生子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一个题目是 是什么来主导我们的人生呢 我们发现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时间它每分每秒 不停地就这样子过去了 然而我们的人生 是由什么来主导我们的人生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挪亚 在洪水之前 圣经记载 她是一个义人 在当时代 是一个完全人 她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但是我们 反观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也很渴望与神同行 我们也很渴望 好像在这个世代 活出一个完全的样式 但是我们却发现 其实人 真的是不完美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赐福 我们就真的很难 可以得享福分 因为人的福气 都是由这位赐福的神 而来的 假若我们 离了上帝的真理 不单单我们会失去祝福 失去福气 我们也很可能 会因着悖逆 因着无知 使我们的人生 好像招来咒诅 那么后果 真的是不堪设想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洪水过后之后 在经文的二十节里面 挪亚在洪水过后 天下太平了 她就做起了农夫 并且她栽了一个葡萄园 圣经里面记载着 她栽了一个葡萄园 不是只是种一棵葡萄树 而是她是栽了一整个葡萄园 我要你发挥你的想象力 应该是一个很具规模的葡萄园 看起来 挪亚她做农夫 做得很称职 并且她应该是一个很有技术 很有专业的农夫 她的技术跟她的专业 也反映在她的产业上面 我们看见挪亚的种植技术 一定很厉害 她的出产 不仅可以供 好像她的家人来使用 供大家来吃 还可以拿来制成葡萄酒 我猜想应该 葡萄有剩的话 还可以做葡萄汁 也可能把它晒干 做葡萄果酱 甚至是可以把它烤一烤 做成葡萄派 我们可以看到 挪亚是个艺人 在当时候是个完全人 与上帝同行 她真的耶 她真的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 也反映了祝福 在她手上所做的工作上面 她蒙上帝的赐福 可以看得出来 她真的好像是有百倍的收成 这些产业 这个葡萄园 使挪亚她没有缺乏 甚至是满意了出来 有余 甚至看经文 她还把它制成了酒 然而 上帝的供应跟祝福 满满 这些产业 这些祝福 原本是要成为挪亚 祝福的恩典 但似乎 在挪亚她不当的使用上面 又或者是在挪亚 她好像可能缺乏了一点警觉性 她放纵 她可能自以为意 最后这些祝福 却成了挪亚的灾难 我们看见挪亚 喝了园中的酒 她怎么了 她变醉了 弟兄姐妹 喝酒 其实人之常情 难免 但是 一个人怎么可以喝酒 喝到醉了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经文也很有意思 她醉了之后 还赤着身子 讲露骨一点 就是她全身都脱光光了 读到这边 我们会真的觉得是 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并且是荒唐的事就算了 竟然荒唐的事 还会发生在挪亚的身上 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们看见她赤着身子 赤着身子 便表示 她在人的面前 露出了她一切的羞耻来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酒能够使人泄满 浓酒也会使人喧囊 凡因为酒错误的 就是没有智慧的 诺亚明明是个义人 诺亚明明是个完全人 她也一直与神同行 但是怎么在这个时刻 她却醉了 明明这个葡萄 是要成为她的生命 一个恩典的记号 怎么会在这个时刻 这个葡萄 也成了她生命的一个羞愧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会不会 诺亚在她安逸的生活底下 在她进入一个安逸的生活之后 她渐渐的 她不再那么的依靠上帝了 会不会 诺亚在有一个安定的工作之后 她便天天花时间 在她的工作上面 她不再分别时间 分别为圣给上帝了呢 会不会 诺亚在她 这个产业丰收的里头 渐渐的她 慢慢的她就只享受 这个物质 所带来的享受 在物质里面 她寻求快乐 她忘了 她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耶和华以外了 会不会她忘了 其实她应该是一个 与神同行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 是什么来主导者 时间它一分一秒的过去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 我们要来思想 到底是什么 来主导我们的人生 我们看见诗篇 十六篇 第四节 这么说 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 就必加征 我们就明白 当人 如果把自己的 倚靠和寄托 从倚靠 耶和华的帐篷上面 渐渐的挪移到 好像只是倚靠酒 只是倚靠物质 只是倚靠财富的时候 那么会不会 我们的人生 就开始产生 愁苦 穷乏 跟愚昧了 弟兄姐妹 我们所信靠的神 我要说 祂应该是 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一位 无可取代的上帝 今天早上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主 指教我们 使我们得以 有一个谦卑的生命 因为主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了 让我们把心中的 那一个我 放小一点 把耶稣放大一点 因为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 尊荣 生命为赏赐 好不好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祢 主要让我们得以 有一个谦卑的生命 主要让我们 效法耶稣 心里柔和谦卑 主让我们学祢的样式 赴祢的恶 主要叫我 心里面的那一个我 小一点 小一点 主要让我 心里面的那一个耶稣 可以放大出来 让我学习精卫的 心存谦卑 主要将我相信 我自己能向 富有的真荣的名 谢谢主 谢谢主 祝我赞 亲爱的天父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肯求祢的赦免 主要因为在这个世上 我们常常让 让其他的事物 来占据我们的心 可能是我们自己 可能是我们 所追求的功成名就 使我们远离祢的质疑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主要时时刻刻保持警醒 圣灵做我们的引导 时刻提醒我们 要来思想耶稣的心 让主祢的爱和真理 来影响我们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细节 赐给我们一个 谦卑受教的心 主要让我们的行为 跟言语都能够 与祢的心意相成 神让祢帮助我们 求祢兼顾我们的心 使我们在每一个 困境跟挑战当中 主我们都能够仰望祢 因为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要愿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能够得着 那个敬畏的心 遵行祢的旨意 也得着祢的丰盛的祝福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再次来向祢感恩 仰望祢的名 主经上记者说 骄傲在败坏以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主今天我们祷告 求祢引导我们 更多的来认识祢 更多的来敬畏祢 祢如何在父的面前 谦卑自己 我们也要学习 如何谦卑自己 学习祢的样式 主我们在 经受祢的话语的时候 得着一切的好处 主我们向祢感恩 主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自己来负祢的恶 当我们赴了祢的恶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越加了柔和谦卑 我们就越更尊主祢为大 主而在祢里面真实的安息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大大的向祢来感谢 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祷告 求主把那个属天的价值观 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虽然这个世界 要我们以自己为中心 不择手段的 要为自己来求得最大的利益 但我们却可想要遵行神的话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欣慰祢 帮助我们 把这个属天的价值观 烙印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 牵着鼻子来跑 主要乃是我们说 我们要遵行祢的话 我们不要消满这个世界 我们要洗衣更新而变化 让祢来查验我们 让祢来领导我们 让祢来指向我们 活出好意喜悦的生命 主要我们感谢祢的赞美 在天父 求祢赐给我们属天的价值 属天的能力 不受世俗的影响 并要实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主要让我们凡事 遵祢的旨意来行 做神祢的儿女 主要祢所受的赞美 正与祢的名相称 所以我们也要如经上的教导 单拜主我们的神 单要侍奉祢 主要求祢将祢的道指教我们 我们遵行祢的真理来行 专心敬畏祢的名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等候祢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来寻求祢 切切来寻求祢的面 在祢的面前 有慈爱还有真理的涌流 我们要照着祢的公义来呈现祢 要来到祢的隐秘处来 亲近祢来敬拜祢来思想祢 主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耶稣 祢的教导说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其实就是最伟大的应许 祢喜悦我们看重祢所看重的 当我们把属天的事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主啊祢议许我们 虚用的一切东西 而且不单只有地上的福气 连天上都有福气 主神的国代表主祢的主权 所以我们乐意在 每天的生活当中 让父神的主权张权 我们一切的一切 主祢的话语 占据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所以祢的旨意运行在地上 如同运行在天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来祷告 求主为我们预备 有同奔天路的好伙伴 好像如同大卫跟约拿丹一样 是心灵生香气和的属灵伙伴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彼此来代祷 同心扶持 伸手搭救 互相的安慰鼓励 面对欢喜的事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彼此来同乐 献上祝福 给予掌声 给予支持 我们开口来向上帝祷告 主要是的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得意在祢的里面 有同奔天路的属灵伙伴 主要是那一种好像跟大卫约拿丹一样 是身相细合的朋友 我们彼此欣赏 我们彼此安慰 我们彼此劝勉 我们彼此鼓励 我们在彼此的身上 加添荣耀 加添力量 让彼此可以继续奔走祝祢的道路 主要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仰望祢 需要祢的帮助 祢的谢谢 主我们仰望祢 在我们奔天路的过程当中 祝祢赐下属灵的同伴 好伙伴在我们的旅程当中 一起来追求祢的心意 主要让我们可以彼此带导跟支持 一起来见证祢的奇妙的作为 主要求祢让我们的属灵同伴 也是祢所喜悦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祢 彼此帮助建立跟激励生命 主要让我们的关系身后 好像大卫跟约纳丹一样 同心来追求神祢的旨意 主让我们在面对欢喜跟困难当中 都能够互相来安慰鼓励跟造就 愿我们的这个属灵伙伴关系 也能够来彰显祢的爱和真实 让这个世界因为更多更多的关系的建立 而走向祢美好的未来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 向祢请心吐一 主在跟随祢的道路上面 我们难免因为软弱而感到孤单 但是主祢亲自告诉我们 我们并不孤单 因为祢与我们同在 主当我们看见圣经上大卫 与约纳丹的关系 主我们也渴望在我们的侍奉的路上 拥有属灵伙伴 好叫我们可以彼此扶持 彼此安慰造就和彼此来眷勉 主我们不只互相同乐 并且互相祝福 主谢谢祢 我们知道祢已为我们预备 我们感谢祢 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啊 世的主求祢来帮助我们 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主啊 让我们不被这一个世界 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生命 是属于耶和华的 主啊 主啊 祢跟我们说 祢也好像为着祢的国 主啊 祢保留个七千 未成像八粒屈膝的人 因此主啊 让我们的心里面 继续地来依靠祢 继续地来跟随祢 继续地来寻求祢 好叫我们的生命 活在荣耀 活在祢同在的恩典里面 谢谢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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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祢是奉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祢是奉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祢是奉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